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开货车出去送货 修机台 现在来保险人不太一样 我觉得每天早上起床都还蛮有精神的 因为知道说今天有很多的挑战在等着我 会想到说公司有很多单位 旗下单位的伙伴需要我 需要我去辅导他们 需要我去激励他们 然后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 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挑战 在管理团队的话是比较像是 因为以前是选手 所以有团体生活 那团体生活我们都必须要领导 那包含我自己做教练也需要领导 那我觉得代理团队最重要的叫做以身作者 所以以身作者是不管是 局限我们有推销 我们有增援 甚至出勤 纪律 这些东西我全部 我只要要求我单位伙伴的 我一定会以身作者 而且做得比他们还好一些些 我觉得保险做保险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我教育我单位伙伴都是这样子 客户有要求 当然不是无理的要求的情况下 都有要求我一定是第一个时间出现 然后再来我很强调的就是 不管是什么事情 电话一定要及时恢复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敬业 时任精神就是一定要敬业专业 然后要专注 其实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其实很多当你的专业已经 那一点点的专业变成普罗大众的尝试的话 那自然而然你就会在这个市场 失去竞争能力 当然说现在的网路很发达 其实很多人保单都会上去去谷歌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不停的进修 那可能我花了比较多的努力是 比方说我到外面去花钱去上会计师的课程 补充一些税务的概念 税务的知识 其实我父亲没有教我什么东西 他都其实他就是亲自去实践 那我在他身上学到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 叫做责任感 天下父母心 我们永远都是父母的小孩子 所以不管哪怕我们可能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对他来讲永远都是小孩子 所以父母一定会担心 那包含可能我一开始当羽毛球选手的时候 父亲其实是希望我去走他的路 读中正玉校去当军人 可是我选择去打球 那这过程中就不断地证明自己 比方说就可以拿过全国冠军 然后我在国山的时候开始当助教 所以说一直都会有收入 那我从国山开始 我就没有跟家里拿一毛的钱 所以包含到我在去传统产业的时候 父亲会觉得说你去做那个好吗 那不是就是黑手 他开始会质疑 可是我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父母会反对其他自己就担心 那你就不断地证明自己 那我相信父母都是 不管做什么都会支持 因为我父亲66岁了 那他目前还是住在旧房子 爬四楼的公寓 那我会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在35岁的时候 买一间透天有电梯的别墅 把全家一起接过去 让父亲跟母亲可以住在那边 对那这是我现在短期的目标 如果你今天可以透过你的能力 好你的努力 你可以看到你心爱人 比方说老婆小孩父母 因为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 看到他们笑容 我觉得那就是最大的成就 唯有不断地提升自己 才有能力照顾心爱的人 我是三商美邦第25届高峰会议副会长 1502 钟宇杰